台南是全台凤梨第二大产区 金钻凤梨优良的品质与风味更是广受国内外好评 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地北上与台南在地首摇影品牌 共同行销推广金钻凤梨 黄伟哲表示感谢茶饮业者与许多企业 一起响应选购台南金钻凤梨 协助推广台南农特产 接下来六月芒果季也将登场 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台南优质的农特产品 非常高兴能够带着台南最优质的金钻凤梨 来到最优质的消费地台北 早上刚出门的时候还觉得说 今天可能北部下大雨 来到这边这个雨过天清 事实上也象征着 事实上我们金钻凤梨会有更多更好的销路 非常感谢我们茶池摩手 也就是我们首摇影的领先品牌 领导品牌还有许许多多的企业 他们都非常认同台南的金钻凤梨 是最优质的 所以说乐于采用乐于选购 介绍给他们的员工跟大台北的消费者 尤其可以看到台南的金钻凤梨 不仅是内销外销非常好 但是也让我们国内的消费者 应该又更有机会来品尝到这些 最优质外销等级的金钻凤梨 因此不仅是我们茶馍的三千斤 事实上我们有更多更多的许许多的好的金钻凤梨 都能够介绍给最优质的台北市的消费者 除了金钻凤梨之外 接下来在六月的时候 我们的芒果季节又要开始了 最厉害的台南芒果 不管是金黄 不管是艾文 或是其他的许多的芒果 以及芒果的加工品 以及芒果冰 芒果饮品 都是最优质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乐于来好好来品尝哦 不怕货比货 只怕不试货 你要来试货 就来这个茶汁魔所来领货 可以看到最优质的金钻凤梨哦 连锁茶饮店招牌饮品之一的金钻清茶 全台门市年销售量约20万杯 饮品中所使用到的金钻果酿 原料年采购量约为30公顿 业者也承诺未来金钻清茶中所使用的金钻果酿 将优先采购台南生产的凤梨 我们台南的金钻凤梨 我们已经使用非常久 它的口感是非常好的 我们再把它导入我们的饮料里面 我们一年可以在整个 我们的整个台湾行销 它可以破大概在400万杯 然后就是想说 如果企业界也可以响应的话 我们现在也往北部再进风的话 能把我们台南的凤梨 带给我们北部的朋友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台南的农业 因为我们也看到我们市长 往日本往新加坡的行销 真的行程都是非常的紧凑 非常的辛苦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台南的在地凤梨 市长黄伟哲也在现场协助发放免费金钻清茶 并与民众开心合照 当天业者更推出加码限定活动 包括免费品尝金钻凤梨 免费发送100杯金钻清茶 以及限定门市消费任两杯饮品 可免费获赠一颗金钻凤梨 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金钻凤梨的绝妙滋味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